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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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文化资产的角度 來看一個城市的未來發展 它可以產生什麼樣結構性的關聯 結構性的關聯 那它必須要是真正的 全方位的去把它的真實的 把城市的文化 當作是一個很重要的制裁 一場以城市治理為議題的論壇正在舉行 包括像這種所謂台北市的文營院 都市更新的問題 還有就是我們的整個台南市的 有一些所謂的環境上面的一些整治 帶來的一些衝突 那甚至我們台中市呢 還有很多的這種 整個商圈的發展 甚至整個娛樂事業的發展 對整個都市所帶來的一些衝擊 那這些東西呢 基本上都是城市治理要去關心的 多面向複雜問題 所以你就必須要讓多方的人來參與解決 其實我們要尋找整個台中市的主要意向 是可以從這個所謂的創新性的生活感去做思考的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市政府提出來的這個 整個城市的概念 主要有兩個嘛 一個就是所謂的幸福城市 一個是屬於那個低碳城市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城市概念 是沒有辦法很清晰的讓民眾感受到感覺到的 因為這都是沿用外來的 所以我是覺得應該從我們自己本身的文化特性跟生活的東西 再重新去對這些概念做詮釋 地方治理研究中心最主要我們就是希望透過研究 那麼把相關的地方治理的一些問題 把它做一個充分的了解 將來我們會有計畫的把它歸勒起來 那麼這個中心將來會成為我們各地方政府 有關地方治理方面交流的一個平台 我們研究的結果會提供給各縣市政府 包括這個燕蝦市 自下市政府 在內給他們施政的一個參考 新的觀光的亮點 比方說我們看到的將來的大哥紀念 或者是像是秋紅谷等等 這些東西當然它會變成是我們的共同生活裡頭的一個新的元素 它也會變成是我們生活之中的一個回憶 那它也會變成是未來共同生活的一個資產 但是我們的資產只有這些東西是不夠的 我們的老的回憶正在不斷的被消滅當中 通車超過60年的台中港路 目前也已改名為台灣大道 不僅是台中交通的大動脈 更將是台中起飛的主跑道 台灣大道事實上是政府用心良苦 即使遭受到這麼多的一些負面的批評聲音的時候 仍然很勇往直前地去把它給實踐出來 那我個人覺得那些過去的一些批評 我們姑且把它放在一邊 現在反正已經更名了 也叫台灣大道了 我們現在要思考的是 台灣大道當它改變 把整個從台中火車站一直到台中港 這樣這麼長的一段路段 把它更名為台灣大道之後 那更名之後我們到底能夠做什麼 讓整個台中市能夠有更美好的景觀 然後能夠吸引到更多人的目光 也讓台中市的居民對這個地方 對這條台灣大道也能夠產生 一些什麼樣的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印象出來 我覺得台中最大的優勢還是在於生活 還是在於生活 就是我剛剛講那個 有非常好的氣候 就是高雄也沒有 台北市也沒有 有非常寬闊的街坡 這也是兩個城市沒有的 然後呢 有非常悠閒的 有一些悠閒的生活方式 生活步調 這個其實也是 曾經是工業城的高雄 以及商業城的那個台北沒有的氛圍 台灣大道未來在營造上絕對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形成台中市的第二個綠原道這樣的一個做法 當然它可能沒有辦法像綠原道這樣的一個定位 因為它是一個主要的一個交通要道 但是呢 我們可以朝向一個所謂的boulevard 也就是所謂大道這樣的一個定義到底是什麼 它提供的是什麼 事實上在大道的定義當中 本身就含有公園綠美化這樣的一個概念在裡面 那放眼全世界主要都市裡面的這些大道 事實上都具有這樣的一個 在它的一個視覺景觀上 都是有做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設計跟營造 還有維護管理 那事實上台灣大道未來也可以達到這樣的一個效果 如果說我們好好的去營造它去設計它的話 尤其我們現在地方治理也特別要強調社區的一個營造 然後市民的一個參與 甚至於社會企業的一個共同的努力 那麼這些都是可以做的一個途徑 那麼將來如果透過這些 我覺得台中市這樣一個國際城市 我也會感覺已有榮焉 居民參與其實在社區景觀風貌營造中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我們在景觀領域裡面 我們是談的一個參與式的設計 事實上就是這個 以這樣的一個精神在進行 參與式的設計不是說 我一個景觀專業者我進到社區 我直接幫社區來做一個景觀的設計 然後就去把它做出來 比如說做一個好的庭園 做一個好的花園 或做一個好的開放空間 這樣子 那事實上我們是要透過一個 社區參與的方式 讓社區居民自己來設計 他們自己的家園 那唯有透過這個方式 社區居民才會很容易地 產生一個情感的聯繫 這個不是外面的人來幫他做的 這個是他自己做的 如果與其說是幸福城市 我會覺得說相較其他 但應該是一個生活起來滿舒適的 氣候也舒適 然後街坡也很寬闊 然後呢 又有一些須多多一些 創新生活的內涵 所以或許我會把它界定成說 很舒服的生活 舒服城市這樣的概念 比如說他講的那個低碳城市 這樣的概念其實是非常工具性的概念 那一般人也其實不太容易感受到 這樣的城市印象 所以或許如果你把低碳城市 把它延伸變成是一個綠活城市 一個強調綠裕的 一個環境的一個城市 我都覺得這個東西是其他 相較於其他縣市來講 是更有優勢跟潛力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的武德店 武德店他現在把它重新的裝修之後 它已經變成是一個 新的市民的一個回憶了 我們以前的舊的市政府 怎麼樣能夠活化再用 讓它變成是 我們的共同生活裡頭的一個 重新讓我們能夠 思考的一個重要元素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可以 把它重新的提出來 重新的包裝 重新的再變成是我們的 新的生活的一個元素 而不是只是胡錫廳而已 現實要我們去營葬 那這個營造的過程 當然就是透過景觀的手法 那透過這個適當的活動的 導入的方式 讓人群能夠聚集起來 讓它有美好的景觀 這樣的一個方式 自然而然就會在引導人們 到這個廊道裡面來前進 中文字幕提供 縣市合併之後 整個台中市其實是一個非常 就是說景觀來講 非常多元的一個都市 那我們有山有海有屯區這樣子 那有這個舊的市區的發展 然後有舊的聚落 然後還有這個比較原住民的文化 事實上都還有不同族群的文化 都涵蓋在內 那我個人的想法是這樣的 還是一樣 從一個所謂的亮點計畫 在那裡的構思開始 因為我們不可能 一下子全面的都去營造 一些吸引力 即使以西方的大都市來講的話 那他們一些景觀的亮點 事實上也不是到處都有 那我是建議就是說 第一個是用點 然後到線 然後再到面 一個城市要變成一個有魅力的城市 通常是需要有四個重點 它才會變成有魅力 那第一個重點就是要有多樣性 既然這個城市不會覺得很古早 它有很多多樣 那第二個呢 它是需要有獨特性 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點在哪裡 這個一定要找到 那第三個是要眷有 就是它有某種歷史的深度 那第四個是要有品質 品質要到一定的程度 這些點如何連呈現 不是說這些點 沿著我們的台灣大道 沿著綠原道分布 它就呈現了 絕對不是 那個線本身要去營造 這有點像我們東海大學的鐘樓 到我們的底端 到我們的下面最盡頭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教堂 這個軸線 事實上我不是說 在這裡營造一個鐘樓 在那邊營造一個教堂 它就自己會串起來 不是 而是我們要如何去營造 這個廊道把它串結起來 綠原道的一個營造 事實上是一個範例 就是說我們在營造的過程 它是一個線狀 它是一個帶狀的整體營造 它可能每個路段 都有它不同的特色 但是這是很好的 但是我們要去營造 這個廊道把它連接起來 藝術是城市不可或缺的元素 而城市也讓藝術有亮眼的舞台 不論是什麼樣的藝術形式 將讓台中這個城市更加耀眼